勸劉家昌點憲子 無從現在醬 慘悲訊話 劉家昌日前的臉書 打罵兒子劉子倩始畜生 真正看不下去 在臉書以前字文回記 假如到上媒體版面 新聞影劇新聞評論講 鄧憲哥當然有話要說 劉大導演 這就是你不對 我要說你 要超越你 那不可能嘛 是不是這樣 但你 兒孫自有兒孫父嘛 你讓他有機會慢慢來嘛 其實我也拉 當然是為了他好啊 每天這樣 這樣浑浑噩噩 對不對 可是這話會不會太重 你覺得有什麼意思 那爸爸罵兒子有什麼關係呢 那你會罵身體嗎 我沒罵過 都他罵我 我會罵他 那他罵你什麼 他罵你什麼 對啊 他什麼都罵你 你舉臉啊還不吹槍 我真的 這是念 我覺得我像他兒子一樣 嗯 然後過來動動動 你是不是在抽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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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味道 我說 嗯 誰家 愛知深哲之切 大導演 算了 兒子一定有他的方向 我也想罵我兒子啊 但是 找太帥了 就是 找不到 找不到那個 勘詞可以罵 正要開幹 你要修理他的時候 他就考上第一次 又要開幹他又 這一次啊 一定好 不好耶 又考上第一次了 好 這一次你死了吧 他拿著只填一個大學 只填一個學校 一個科系 結果他進來還考上 我說 OK 那個爸爸的夢幻學校 你考不上的啦 放榜 他悠悠的傳了一張成績單給我 那 拿去看看吧 他被我整理的打臉 我都永遠在被打臉 連 連冰狗都打我的臉 連雙部打我的臉 認真地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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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